嘘 婷宇 婷宇 哎呀 不是说他们都在上班吗 没人 走 你看这先生呢 来来来来 好像没什么问题嘛 那怎么回事啊 要不 我们先回去再说 来来去吧 人已经走了 你可以出来了 我知道他们走了 我听见声音了 你这门开不了了 我躲到你们家 储存店里来了 啊 打不开了 你用力拉呀 我都拉了几百遍了 你的门都快烂了 还拉不开 听见没有 不是 大哥 你锁门干什么呀 我不锁 刚才你爸突然跟开门进来 我怎么解释 我那个门锁从来都不锁的 那个锁心早就生锈了 这个肯定要开锁公司来 才能解决的 那你赶紧找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从小我妈就给我关小黑屋 我有幽闭恐惧症的 你快点回来啊 那我现在在上班怎么办啊 今天就好了啊 你要不抓紧时间的话 我 我就穿你的衣服啊 行了 行了 知道了 我马上就回来了 可以吗 谢谢啊 师傅 不客气 你没事吧 再晚一点 就要开追悼会 你别胡说八道啊 你起来看看有没有事啊 我头晕 腿软 让不起来 那好可惜啊 本来我还打算去请你 吃顿大餐呢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算了吧 我吃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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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怎么样 嗯 太好吃了 谢谢你啊 我上班专门请我吃饭 我要谢谢你 今天让你江湖救济 还没关小黑屋 那不是我应该的吗 你怎么知道你爸呀 今天会跑到你家去的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 只好麻烦你跑一趟了 我刚回到家 你放心 马上啊 很快 我可以去看 想去赶导 你不在乎 你比赶紧 你不在乡 你不在买 我可以转偷 我不在买 你会不 dawn 我去述 你的东西 能不能再借我白几天啊 我怕我爸到时候 又临时杀个魁马枪 可以 没问题 送给你都行 我能不能问你的事 当然 你要是不想回答的话 可以不说吧 你和你老公 都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俩分居了 我们俩其实分居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不过现在我爸还不知道 我也没敢告诉他 怕他担心 你这个大嘴巴 你可不要告诉我爸 你发誓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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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